袁末明初的十大猛将,您明白机位? 第一位显杀朱元璋 大家都知道,在元朝的末年时期,出现了很多英雄,元朝军队进攻起义军,起义军又在进攻元朝军队,各地起义军也有相互争斗,这三个方面交杂在一起互相争斗,到底谁能赢? 这就要看谁的部队强大,谁的战术应用得到。 在元末、军阀混战,每个方面都有一些厉害的将领,咱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十位元末猛将,第一差点杀死了朱元璋 你对于元末明初的十大猛将,您明白机位?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!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,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最新影片。 第十,欧普祥 这是一位抗援的猛将,跟住徐寿辉混的,经常立下战功。 在1353年的时候,元朝就派兵去镇压这些起义军,而徐寿辉躲到了黄梅山之中,但是欧普祥却在江西多次击败朝廷部队,自己的领地也在不断地扩大,在徐寿辉被陈有亮杀死之后,欧普祥就投奔了朱元璋。 第九,向普略 这也是一位抗援的大将,在1352年的时候,徐寿辉让他绿军去进攻江州等地,但是他遭到元朝部队的大巨进攻,最后被俘杀害。 第八,王宝宝 是元朝末年的江岭,力图想要恢复元朝江山,而后在漠北打败了明军,被朱元璋夸赞。 第七,赵普圣 武器为双刀,在潮湖发展水师,有水军迁余搜,后来又占领了很多地盘,但是他投降到了徐寿辉那里,被陈有亮杀死。 第六,傅友德 这是明朝开国时的一元大将,开始的时候跟住徐寿辉,后来跟住朱元璋。 虽说战功很大,但是后来被朱元璋设计杀死。 第五,王毕 这也是朱元璋的手下大将,武功极高,作战也非常勇猛,后来鄱阳大战之后,将江南平定。 第四,丁普郎 朱元璋手下的大将,开始跟住徐寿辉,而后跟住陈有亮,最后到了朱元璋帐下。 在康郎山一战,他身上多了十多处伤口,脑袋被砍掉,但是尸体仍然不到。 第三,李文忠 小明魏宝儿,在他十九岁的时候,就带领住亲军,打败了天丸军,十分骁勇。 第二,长玉春 朱元璋手下大将,也是朱元璋手下最勇猛的大将,曾就朱元璋于危难之中,但是在四十岁的时候病死于军中。 第一,张定边 这是元朝末年的第一猛将,武功盖世,无人能比,他身材十分魁梧,擅长拳斗。 在颇阳一战之中,连续杀死朱元璋手下的三名大将,还将朱元璋给困到水中,差点杀死了朱元璋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感谢你的收看。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汉朝能诛杀匈奴,却花了上百年也莫有收服这个民族。